音乐 没有进演艺圈以前 其实觉得电视电影就是一个娱乐大众 踏入演艺圈之后才发现 原来演艺圈的作品 并不是仅仅只有娱乐大众 它还有教育的意义 我觉得演艺圈其实是 就是社会责任很大的一个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边学习戏剧 然后呢边演艺人生 然后作为基金会 因为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应援机会 我就说是一个缘分 就是我们的企业主 他就是很有这个善心 他希望要照顾到 我们资深的老艺人 我们基金会其实成立 才每年两个月 一两个月这样子 然后还在摸索 那可是呢 我在这个基金会里面 就是稀老服用 然后就是支持一些传统艺术 艺术团体 然后奖学金等等 我是一个台东华莲的女儿 我出生在台东 然后呢我是在华莲长达 然后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在上海那边在念书 那其实就是说 那整个在台东 台东和华莲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真的 刚刚我们就要撇开就是说 我们被讲设计面的一个影响上来讲 就是说我觉得 在台东和华莲 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贵 而且深厚的一个资产 那就叫人情味 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对 这是台湾人原有的东西 而且很黏 也就是那是一份很浓厚的感情 所以我从小就是在那种就是很 很乡村 然后很淳朴 然后很浓厚的爱 然后很浓厚的大自然 跟一个夫妇的一个背景底下长大 所以 当我上来台北的这个时候 刚开始来自南华莲的事件 因为那种快速的脚步 会让我觉得就是 人跟人间的那种停留下来 对话的时间很少 我后来发现到 我要把花莲灯火灯料 带回来自我把那个人情味 跟那一份 那一份人跟人之间的那种 你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黏稠感喔 我要如何带到我身边 我看过你的作品 但我很喜欢 你的作品里面有那种情味 对 这是我一直很希望的 因为回归到最原始点 其实人家的资金就是这么难受的 没有那么复杂 我接这个基金会 其实也是被一些 这个助理的资深艺人鼓励的 他们说你要做啊 你不做就需要帮助的资深艺人 就得不到帮助啊 我因为这样 所以我开了一次 基金会的记者招待会 我想让演艺圈的人知道 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前辈 就是另外一个家的朋友 对 另外一个家 对 对 所以是跟你一样嘛 你把一个很宽阔的家 给你的业者 我也觉得我们的基金会 不是这样买买买 它就像一个家一样 走进来是买买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今天跟你对他 就很 心里就感受很深 你知道吗 因为你也是帮你的业主 把家弄得温暖 是 你说艺术 然后到美学到生活到家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 融在一起的一件事情 就是空间运用的动线 其实是对用的人重 对 不仅是动线 其实还蕴含的就是说 可能现在看到的动线 跟未来十年看到的动线 人的行为因人的一个 在互动之后 就会看到那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会知道 哦 未来十年 你应该怎么样 就这样的一维会 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包容 这个空间的包容度 就跑出来了 其实那个就是 就是人跟你之间 把自己的那个 很执着的一个地方 要做好 所以我也发现 台湾人其实 能与人之间的情感 要再更加紧 我们都希望台湾更好 但是台湾要好 就是要每一个人 一身做真做起 由自己出发 然后做到家很好 很弯 然后再过几道社会 这样台湾才会好 喝点水 这一股灰肉 那么多久 这一股灰肉 也不想要 就会吃点水 那天 我会想要 你帮我 这一股灰肉 那你帮我 你帮我